我们上一次讲到这里 当知愚人 智人 本性点别 差别 指缘迷雾不同 所以我们每个人本具有的佛性 并不会因为世间的外表看起来聪明 或者是比较愚钝的 或者是你的出生 你的地位 你的学士受的教育而有不同 差别是迷根物之间 那上一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飞盘陀茄 他又叫小鹿 知识比较鲁顿 但是呢 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扫地跟擦血 把心里面的臭都一一脱落了 后来呢 也称得阿罗汉国 今天呢 我们继续讲 吴经为说 摩赫波罗波罗秘法 虽如各的 各的智慧 日经地听吴魏汝说 好了 那 慧能大师呢 他今天在一个这样的阴影园里头呢 他要为诸位呢 在场的人来说一个大法 这个大法就是摩赫波罗波罗秘法 请大家呢 一心一意 好好的听 那我会为你们说 这一段呢 上知识 世人终日口念般若 不是自信般若 犹如说时不保 口淡说 口淡说空 万劫不得见信 中午有意义 上知识 摩赫波罗波罗秘 是凡女次言大致回到彼丹 那 我们先讲摩赫波罗秘 上一次可能有跟诸位提到 刀信禅师四祖呢 非常有趣 他有在他的旭高生传里面 有这么一段记录 那时候靖禅师大概是在他 三十多岁的时候 他到离开了 他二十四岁的时候 三祖声参大师呢 就叫他离开了 他没有跟在三祖的身边 他就到了江西吉州 那那个时候呢 出家人呢 要出家呢 要朝廷准许的 然后让你剃度 然后就安排你住在哪一个地方 那时候刀信禅就住到了江西吉州这个地方 吉州寺 那他就 他的身体就是在那里 那他在那个吉州的时候发生了一件 一段事情 那时候吉州寺呢 这个城里头被 被盗贼 把城围起来了 被围困了七十多天 围困了七十多天 那个物资啊 粮食啊 还有水源 都不够 那城里面呢 缺水 当然一缺水这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嘛 后来到信禅师呢 他从外头回来了 他一回来了以后呢 那个井水呢 就又又恢复了 又冒出来了 当地的官员 一个刺史啊 我想这个不是普通的僧人 这么神奇 他一回来 泉水就冒出来了 等于是 给百姓一个 大大的福利 所以他就去见了 道信禅师 就请教道信禅师 他说我们已经被这个盗贼围困了七十多日啊 要怎么办呢 他们什么时候会散呢 那道信禅师呢 就告诉他 就念摩赫波罗波罗 那这个 刺史听了 就 哇 好像 终于得到一个法门 有 有 有救了 所以就叫城里的人 全部念 摩赫波罗波罗 结果全城的人呢 大家都一起念 没有念多久以后 就看到城墙的四周围 就有那个大事出现了 就从城墙的四角浮现出来 道者一看以后 吓坏了 就全部就四散逃了 这一段那个记载呢 非常有名 也就是 因为有一个这么一个神奇的事情 摩赫波罗波罗密呢 这句话就变成 非常有利 在当时呢 就流传下来了 那波罗密就把盗贼呢 就给溃散了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 这么一个神奇 神奇 那那个唐朝那时候呢 其实波罗经典已经非常流行了 大家广 都广为人知 因为波罗的经的思想呢 讲空 跟我们中国原有的道家的思想 它有它的共通性 所以那个时候呢 当代波罗之想 波罗的经典已经流传了 所以当你请一般的百姓呢 要念摩赫波罗波罗密呢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从四祖道性禅师呢 那时候就这样念 那到六祖谈经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品讲波罗品 那一开始 一开始 那六祖呢 他就讲摩赫波罗密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他也叫人念摩赫波罗波罗密 从道性禅师到慧能 这个时候他讲谈经的时候 慧能大师到法性寺 剃度受戒 讲谈经的时候呢 如果按照应孙应老的年代 来算的话呢 大概呢 也有六十多年了 所以在民间已经大家念摩赫波罗波罗密呢 已经有六十几年 所以大家已经就是朗朗上口了 朗朗上口 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念什么 念观世音菩萨 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家都会念观世音菩萨 诸位有没有念南摩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那个朝代唐朝的时候 大家都念摩赫波罗波罗密 大家都在念的时候 可是大家吃不到摩赫波罗波罗密 是什么呢 怎么用呢 那摩赫波罗波罗密 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它跟我们的相关性是什么呢 所以这边慧能师就在开始讲 然后他说世人中日口念菩萨 就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 大家普遍世人不是只有修行的人 不是佛教徒 是一般社会大众 他都会朗朗上口 口里头念菩萨 但是呢 但是呢 嘴巴念 却不认得自信菩萨 这个就好像呢 说食不饱 你说了一口好菜 也讲得出来很多菜的一个menu recipe 但是呢 就是看了菜单 念了出来以后 没吃到东西 就很可惜 那嘴巴空说 万劫不得见心 你就是天天念啊 天天念 24小时的念了 你过了一万劫 一劫就已经很长 很长的时间了嘛 千劫就已经不得了了 它是万劫 你是没有办法见心的 对你没有一点益处 那这边呢 六祖非能大师就指出来了 你念摩赫波勒波罗蜜 这句话 你懂得怎么念 懂得怎么用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你 见到自信的波勒 这边好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自信呢 就是自己的本性 这个本性呢 并不是说 像小孩子 婴儿出生一样 未经人世 那样的一个天性 叫自信本性 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 每个小孩子 出生到人世间来 都带了 带着他自己的什么 很强大的习性 对不对 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你看他 吃喝奶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 每个都不一样 展现出来的那个习性 通通都完全一样 是不是 都带着很重的习性来 都带着很重的自我的喜好过来的 这并不是说小孩子 他只是出生到这一世 还没有经过人世间的历练 并不是说 他那个天性 就是清净无然的 不是 他这一生来 已经带了很多生的一个习性 过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个自信就是讲 我们每个人都本具有的 清净的本性 那般若是什么呢 般若呢 除了我 就可以见到般若了 而且嘛 除了我 有我 就见不到般若 这边呢 诸位看 从道性禅师 他叫人口念般若 而不是经典的一般的流行 而般若它实际上是有它的一个功能 所以大家有帮助 所以在道性那个时代 叫大家口念般若 就像我们今天 就像我们今天常常会跟菩萨讲 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经过六十多年 大家普遍都在念 火烧 这时候六十多年 如果有口念呢 是不得坚信的 你必须还要进一步 要能够怎么样 心也要跟它相应 心也要跟它相应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 你念再久也都没有 就没有这个益处 那摩赫 波热波罗蜜 那后面呢 慧能大师会有详细的讲解 什么是摩赫 什么是波热 什么是波罗蜜 我们这边呢 就跟着到后面再讲 简单的就是 摩赫就是广大 但是什么是大 什么叫大 什么算大 波热是智慧 但是跟世间的智慧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波罗蜜到彼岸 彼岸又是哪一个岸呢 后面我们再继续讲 简单的就是 大智慧到彼岸的意思 在一面 慧能大师又讲 摩赫波罗蜜呢 必须要心行 不再口念 口念心不行 只有嘴巴你 你心里没有按照它 来这样运作 就像幻化路定 这个就跟金刚经里面 讲的一样 对不对 一切有为法 金刚经里面 这一段是最有名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涌 如露亦如电 是虚幻的 画好像魔术一样 幻化在那边 法华经里面一个化成 路 如露亦电 电呢 就像闪电一样 那闪电呢 一刹那 是看到有电有光 但不长久 口念心行 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 疑性无别佛 这边讲心 心也要跟自性的 剥弱相应 怎么样才能够相应呢 口念 心情 最主要呢 心 要能够念 心的念呢 是细念 你的心里头 念念 都是跟剥弱相应的 当你的心常常细念 跟剥弱相应 你的行为 身口的行为 也自然会相应 心细念有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我们在世间 我们也会有看到 你们朋友之间如果 两个感情非常好 非常好 时间久了 好像这个夫妻脸都会出来 就是心念的关系 念摩赫波勒波罗逆 不只是口念 最主要心念 那心形呢 又是什么呢 心形呢 比较冲向 不容易去体会跟掌握 像摩赫呢 大 什么叫大 在怎么样一个情况 来描述他家的大 波勒 智慧 这都是比较抽象 不具象的 那今天呢 我就用 观世音菩萨 来做说明 我们现在呢 碰到什么疑难杂症 心不安 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 生病 都会念 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这个 娑婆界呢 非常有非常深的因缘 也跟观世音菩萨的愿 发的愿有关系 那 慧能大师那时候呢 他们是念 摩赫波勒波勒密 他们那时候的人呢 可能善根比较深厚 所以念般若 就可以得解脱 就可以心安 我们现在 我们比较是后代的人 需要念观世音菩萨 需要佛菩萨的一个庇护 那 用观世音菩萨 大家比较可以感受到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观世音菩萨呢 我现在用 两个 来为大家说 诸位在我们 法谷山 圣言师父的一个教导 应该有听过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 要念观音 拜观音 心中恒常有观音 诸位有听过吧 念观音 拜观音 心中恒常有观音 另外一个呢 更简单 更简单 有利 念观音 学观音 做观音 念观音 学观音 观音 那我先从 念观音 拜观音 心中恒常有观音 来跟大家说明 念观音呢 我们一般人口念 口念 拜观音呢 是身体 是身体 来礼拜观音 口念 身体 拜观音 身呢 也是系念 我们人体呢 的细胞 肌肉 也都是有 有 有 有记忆力的 那心中恒常有观音呢 是心的 细念 先从口的 细念 到身体的 细念 再到心的 细念 它是有层次 因为口念 最容易 随时都可以 你要 你要 拜观音呢 你可能要 某一个时机 某一个场地 心中恒常有观音 是心 心是非常不容易 掌握 不容易觉察的 所以它从这个 我们来 观音法 你也可以这么说 来运用上 一开始 是念观音 念观音 念念以后 你跟观音 观音菩萨 好像熟悉了 有一些感觉了 不是不认识的一尊佛 或不认识一个什么 但是念观音呢 因为我们啊 常常言不由衷 随便说 说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念了 没有什么力量 有的时候 自己在说什么 自己都没清楚 都不清楚 不知道在说什么 有的时候明明脑子里面想的 嘴巴讲出来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口音关音是没有什么力道 那这个呢 诸位知道 我们台湾呢 有位广青老和尚 非常有名的大善知识 他很简单 就叫人家念佛 念阿弥陀佛 什么人去找他 他给你的回答 都是念阿弥陀佛 他那个阿弥陀佛 不是我们像嘴巴 心不在焉 心absent minded的 这样碎碎念 或者是 你的嘴巴念 可是脑子里 完全在想别的地方 根本不清楚的 他教导我们念佛 他是一心不乱的 念念相续的念阿弥陀佛 那个念非常有力道 非常有力 心是清净的 清净无染的 一心不乱的那个念 那我们呢 差得蛮远的 还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心没有锻炼 所以当我们嘴巴念的时候呢 是没有力量的 但是嘴巴念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熟悉感 跟观世音菩萨 建立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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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亲切的感觉 不再陌生了 那接着 拜观音呢 当我们身体也在这么做 当我们身体也在拜观音的时候 我们的印记会弱得深一点 比较亲近的地方 亲近的场所 当我们身体也在拜观音的时候 我们身体的行为 是不是也都是亲近的 你不会去 做一些不亲近的打人 做什么 不会啊 所以你这个亲近的场域呢 它就扩大了 到了你的身体 再加上我在 刚才有在讲 我们今天巴士动产的时候 又遇到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整个身体 肌肉 细胞都有记忆 也都会放松 也会变得柔软 像我 诸位 如果你没有打网球 打乒乓球 高尔夫球 是不是也在训练你的肌肉 你的网球回去的时候 那个角度拍着斜一点 打的球的落点的角度 斜度就是不一样 速度也不一样 这个是可以练出来的 是怎么练 有肌肉 有记忆力 打拼球也是啊 这么轻的东西 你的力道差一点 角度差一点 拍子 回的时间快慢一点 那球回过去就是不一样 这个是肌肉的一个记忆力 那我们拜观音的时候 那个像我们拜佛的时候 我们拜佛的速度有快 有一般 也有慢拜 它都有不同的效果 那你如果烦恼非常非常出众 非常出众 那时候要快拜 拜得很快的时候 拜到后来 身体里面很重的烦恼 那个紧绷在身体 预期的那个压力 还有那个愤怒 全部都会释放掉 那有的时候呢 你心情如果起伏 起伏比较大 心情不稳定 或者是身心很昏沉 那个时候也是拜佛好 慢慢慢慢拜 慢拜的时候呢 身心会非常沉淀 而且心呢 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那心变柔软安定以后 心就会开放 包容就会更加的多 那你承受的也是更加的大 那这个是拜佛 从调生 开始 那 再比如讲 比如说今天呢 你们家里面满院子 风吹啊 刮大了以后 满院子的落叶 掉在那边 掉在满地上 那你 你也可以 开口 口念 叫某某人 哎 哎 或花险故人 去把院子里面的落叶 扫好 把它清理出来 跟你今天 你自己 花了一两个小时 去那边扫落叶 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 嘴巴念 在我们来讲 那个就好像蜻蜓点水 飘过去一样 它没有产生什么力量 所以在当我们身体 来拜观音 用身来细念 接着下一步 就是心的细念 心 心很常有观音 那 如果我们用话头 哎 念什么事 在念话头的时候 其实 有多少人 杂念 掺杂进来 我得算一下 我们一年呢 大概有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分钟 你如果是数呼吸 或者是念话头呢 这五十二万分钟里头呢 有多少时间呢 你是在呼吸上 呼吸的这个数字 或者是话头上 所以心中很常有观音呢 是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不只是说呢 我们打坐 熟吸 用话头的时候 那心中 很常 有观音 你想到了 就把观世音菩萨提起来 想到了 就把它提起来 想到了 就把它提起来 你的心念就按在观世音菩萨上 这个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再讲到新的信念 我们现在呢 社会上非常不安 产生了非常多的那些暴力的杀人的事件 像我们现在 线上的游戏非常的多 那很多的游戏呢 都是打打杀杀 就是把别人除掉了 然后最后得一个高分 那已经是多少代的这样的游戏出来 那现在科技越做越好 效果越逼真 声音呢 视觉效果 就如同 生理起经 如果三地的再做出来 然后身体呢 你看到 你就反应 就对准 就按钮 就上 这个就是这什么 就是一个 反射的动作 一个 一个记忆 就出来 然后当你按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 肾上线索 adrenaline 然后呢 甚至 会产生 dopamine 就是 有一种那种 兴奋刺激的感觉 像这个呢 就变成 导致有一些人呢 他做这个 做了非常多 就变成 他的一个惯性 他已经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了 那如果从 neural science 来讲呢 我们同样一个动作 身体的一个动作 一直一直不停地做 他会在我们的 头脑里面呢 会形成一个 neural path 你只有做一次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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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ural transmitter的路线呢 是很细的一条 你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他这条路线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就像我们在草堆里走 你同样这条路 你一直走 那个草就会被你裁变 那个新的 neural path 就出来了 这是从神经科学来讲 那如果从 佛教来讲呢 一个 习性 或者是业力呢 也是一样 你一直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不停地做 你每做一次 他就有那个 karmic force 在那里 当你做很多次的时候 他的karmic force 是越来越强的 所以当他们 一直玩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动作 在杀人 游戏 他到后来已经 虚实不分 当他真的 情绪起来的时候 他把枪拿起来 去同样做那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 按下去的动作 他已经做过千万次 所以对他来讲 已经没有感觉 就直接这样做 所以当他杀人的时候 甚至呢 那么多人 倒下来死亡 他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所以像这个 都是不好的念头 他们一坐在 那个电脑前 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甚至晚上 整天不睡觉 我们打坐 都还没这么用功呢 把自己的心念 全部都是染成污染的 这个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口里头 念观音 然后呢 拜观音 然后心中 很常有观音 就是从口的细念 到身体的细念 再到心的细念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念观音 学观音 做观音 我觉得这个也 非常非常的好 念观音呢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 要从心里头 对不对 心里头 不管心里不安 心里有情绪 或者心里知道 自己有污染的念头出来了 就赶快念观世音菩萨 就把你那个污染念头 把它转换 然后之后呢 念头转换了 念头变得清静了 变得慈悲了 然后学观音 重新念 然后呢 让你身体 还有让你语言 口的行为呢 也改变了 我们也学习 学着观世音菩萨 学做观世音菩萨 最后呢 真正就成为 做观音了 在学习的阶段呢 可能觉得是不自然的 是勉强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的过程 都有一个learning curve 最后呢 就做观音 这个从新的信念 到学 学其实也很有趣的 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个动作 都跟我们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今天大家可以练习 你比如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东西 拿一个东西给人家 你自己可以练习 真的 你虽然嘴巴没讲话 你心里面就 拿去吧 给你 跟你今天同样一个东西 你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人家的时候 同样一个东西 也是我 也是对象 但是你身体的动作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就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 就是讲到 从身体 言 行为上的一个改变 一个调和调整 也就调我们的心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戒很重要 戒就是从我们口 言语 从我们身体的行为 先帮我们调整 先帮我们做规范 不要做一些伤害不好的事情 当你身体的行为慢慢在改变的时候 你的心也在改变 像我刚才做这个动作 大家可以试着去看看 当你动作不一样 其实你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非常有趣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可以注意到 你自己平常心念是什么的时候呢 同样一件事 你的身体的 肢体的行为是不一样 那同时呢 比如说我们跟人家接触 别人对我们的行为 别人对我们讲话 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呢 模仿他讲的话 或模仿他的行为 你自己心里面说一说 或者是你做一下 你就可以感受到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所以从身体的行为 因为我们还不是观心菩萨 我们只能从外表 比较明显 比较容易做到的 我们可以注意到 从口跟身体的行为来学习 改变 到最后呢 真正我们从外到内 就已经都转化了 那念观音 学观音 做观音呢 我觉得这两句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 就是 学做众生心中观音 学观众生是我观音 学做众生心中的观音 跟学观众生是我观音 请问 请问诸位善知识 我要学着六祖 慧能大师 称诸位善知识 这两句话 哪一句比较难啊 第二个 学做众生心中观音 要了解众生 了解众生的第一步 是接纳众生 你这样才会知道 这个众生 他心中的观音 是什么样子 他需要的是什么 万一之音菩萨 不是要救苦救难吗 你要先了解他 你在了解他的前一步 不是说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你 你是怎么样 不是 你要接纳他 整个人接纳他 你才有可能会去了解他 认识他 他内心真正的感受是什么 你才会知道 他需要的是什么 你才会知道 不是说 我要给你什么 我想要给你什么 或我觉得你缺少什么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可能给的是不对的 对方不需要的 当你这样做的 对方感受到的可能是压力 或不是你的关怀 可能是压力 那在这方面呢 我们大家要学习 要给予对方空间跟时间 即便是 尤其像做父母亲的 因为小孩子没有人是什么经历 我为了他省走 让他少吃十年的苦 我叫他怎么样 他的因缘还没有到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可能呢 未来他的因缘也会不一样 所以你要稍微按耐住 你自己的性质 你给予他时间空间 你要看着他的变化 他这个时候 能够吃得下东西 他这个时候生病 闹肚子 你就不要炖什么 炖什么补的给他吃 他可能没有办法销售 他可能现在只能吃白稀饭 白粥 白面包 白烤吐司 所以你就不要炖什么 大补汤给他去 他没有办法销售 那但是呢 我们看着他 当你在看着他的时候 你也是在了解他 你不是不管他 你看到他的一个变化 在旁边陪伴他 他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你再出手 还不迟 我还来得及 所以给予对方空间跟时间 学观众生是我观音 这个可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就是说你放眼 望眼放出去 人都是观世音菩萨 诸位我们有这样吗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不要望眼放出去 都是罗莎 都是夜叉 好像看看都没有几个顺眼的人 好像我眼睛看过去的没有几个是我喜欢的 我想跟他互动讲话的 那或许呢 诸位呢 你们也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们参加残期 静静残期 七天出来以后 觉得你看到的人都好可爱 每个人都好可亲 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事物 都觉得是这么美好 这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我们心态 心境不同 所以我们感知的世界 感受到的世界 我们的perception 不一样 我们的acceptance 对这些事情的acceptance 接受包容 纳受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例子 大家知道 主要是在于自己 那自己的心是可以调和调整的 那这边呢 这是也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 感觉到自己身边 没有什么善知识 这个呢 我们自己就要留意了 就要留意了 如果说 我怎么身边没有善知识 那可能不是你身边的人的问题 你自己可能就要去 让我来说 就是你身边的 我可能会找到一个 这边的路上 那么你了 对那我 可能会是有什么 我可以找到一个 对那我 我可以找到一个 然后我可以找到一个